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李天校快兵天下市 今天呢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川习会后美中谈判前景究竟如何 第二时川习会上美中双方同意恢复会谈 但是两周已经过去了 谈判我们看到这个进展几乎是没有 或者说是很小 那么究竟谈判的前景如何 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很明显双方对恢复谈判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就美方而言是吧 这个美方暂停了对剩下的325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 是吧 同时在川习会前夕 还免除了对100多项中国商品的这个关税 还对华为有条件的开放了 不危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个产品出售 这个都是美国释出的善意了 而中方实际上也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 习近平承诺要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当然川普前几天讲到现在中方没有动静 这个是实际上是违反了这个承诺了 另外的话中方要从当时中方毁约前的协约文本 这个基础上来重新恢复谈判 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条件 根据目前的情况 双方近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中长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当然双方近期无法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双方谈判条件的底线 我觉得差异很大 而且很难很快达成共识 美方实际上是要求中方在法律的层面上确保结果性改革 这个很重要 包括终结中方窃取美方知识产权 强制性的对技术进行转移 以及国家对企业的补助 还有美方要求保留一部分关税 这当然一方面是在谈判期间要保留 再有谈判即使达成协议了以后也要保留 而且要有美方随时可以加上关税的这种权利 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中国长期以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对很多当时做出的承诺 基本上没有兑现 还有就最近的这一次 按照川普的讲法 90%双方已经达成公式 可以形成文本了 但是中方说变就变 改了一塌糊涂 完全推翻 从这一点角度来讲 川普一定是要把关税加在这个协议里边 作为保障协议能够兑现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措施 这一点川普是不含糊的 而且川普的基本的概念是什么 当然中方是要加大购买 保持双方的贸易平衡 但是这种贸易平衡是中方进行结构性改革的一个结果 换句话说 就是一劳永逸的达到双方的这个交易的这种公平状态 这个是川普所强调的 而中方实际上它的底线跟美方是相反的 或者有重大区别的 就是说他是希望在技术层面和在行政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发一些法规 在这个贸易啊 金融啊 市场准入啊 还有这个资产权保护上做一些保障 列出一些措施 这个美方是不同意的 美方要求从法律程度来做这些事情 中方也要求不希望深入到这个结构性的改革当中去 也不希望触动这个法律 也不希望有这个保留这个关税作为执行机制 从具体来讲 就是说他要求就是说协议达成以后要全部的取消关税 同时这个协议的文本要做到这个平衡对的 中方的这个贸易购买量也要做小 对于中方这个底线啊 实际上川普基本上是否定 在川普看来 这次贸易战之所以缘起 根本原因就是美国是受害者 长期以来中共是利用不公平的这个 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是吧 要挟美国放弃技术诀窍 关税的壁垒或者说非关税壁垒 国家补助这个企业等等 来对美国进行不公平的行政 这个贸易战的原因就是要纠正这种状态 这就不存在像一般的美国跟欧盟的贸易会谈 或者是跟日本啊 或者跟其他国家 我让一点你让一点 这个是取决于双方之间的这个基本上 不是说一方完全侵犯另外一方的权利 而是互有侵犯 但是美中之间不存在这个互相侵犯的问题 也不存在互相让步的问题 而是川普代表美方是要纠正中共和江泽民时期 长期形成的这种掠夺性的这个贸易结构和贸易政策 是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说中方就必须让步 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纠正 从法律上进行改革 重新立法 修改法律 而川普这方面因为是受害者嘛 你受害者要让什么步呢 是吧 但是川普出于善意 已经两次延缓了 对中方的这个征税 实际上是给予中方更多的时间 去这个完成文本 是吧 这个实际上是川普的善意 并不是川普一定要这么做 另外 就是川普之所以要保留美方一部分的关税 而且要随时可以增加关税 目的就在于要使这个协议能够有效的执行 协议的这个执行能够得到保障 因为中方已经有不承诺这个协议的前科嘛 我们刚才讲到中方对世界贸易协定这个里边 大部分都没有得到中方的兑现 对吧 另外还在最近的话一次毁约 说回就毁 是吧 这当然是给美国一个深刻的教训 所以美国川普一定是要把关税加在里面 不会轻易的撤掉了 而且川普的观点 美国贸易代表也强调过 就是很明显嘛 就是说如果中方真心实意的能够执行这个协议的话 那就没有必要担心关税的问题嘛 因为川普是要进行的是零关税 也就是换句话说 你中方真的是执行了这个协议 那么也没有必要继续保留这部分关税 那自然就会撤掉了 是吧 我觉得这一点倒是也可以写进去 正方两方面都可以写进去 至于说中方要减少对美方的这个购买量 这个问题 我觉得川普是有一定灵活性的 这个是互相可以商量的 到底是怎么样来减少 是吧 在怎么样一个期限内 怎么逐步的减少 这个都是可以探讨的 所以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双方之间在底线的问题上 是有很大的差距 这一点导致双方在近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小 另外实际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中共内部的江派的捣乱 严重的干扰影响了习近平的决策 现在已经清楚了 上一次之所以中方对这个协议文本把它搁浅了 是吧 突然之间翻脸了 原因就在于江派 韩正和王沪宁这帮人要挟习近平 不承认这个版本 我们已经知道嘛 上一次之所以中方毁约 这个原因就在于韩正和王沪宁在这个问题上发难要挟习近平 逼迫习近平说如果签了这个约 那就等于是妥协投降 使得习近平最后改变了主意 那实际上我的观察是王沪宁和韩正两个人 一个是从宣传上 一个是从实质部门上 对习近平进行加工 对他进行这个要挟 使得习近平按照江派的意图进行决策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们知道贸易当中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部门 或者是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一个是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再一个是国家补助企业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对应的这个企业这个部委 正好是发改委和财政部 而发改委财政部是在韩正的关键之下 这两个贸易战中的这个非常实质的问题 实际上韩正是在背后主导的 刘鹤达成这个协议嘛 就是在这方面对实际情况进行一些修正 然后使得能够使美中的贸易 能够走到一个互相公平的这个水平上 这个状态当中去 韩正是千方百计进行交水捣乱 另外一方面就是宣传 从贸易战一开始 王沪宁所掌管的这个宣传部门 就一直是用各种方式 高级黑也好 这个低级红也好 什么反美啊 对美国进行让步 把他扣上那个投降主义啊 卖国主义啊 等等这个帽子 目的就在于和韩正配合 就是不让习近平来达成一个 相对的公平这个贸易协定 这样的话呢 贸易战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方说大量的关税 外汇储存的这个锐减 出口企业的倒闭 以及大量的这个工人的失业 这些问题都可以一股脑的扣到习近平头上 是吧 让习近平来承担 中共和江泽民长期以来 经贸政策的这个罪责 是吧 让习近平吃不了兜的手 就是说让他下台 是吧 在我看来啊 江派如果这个捣乱不除掉的话 是吧 就是以不把江派对习近平的这种 这个要挟也好 对他的误导或者给他提供假信息或者什么 不把这些除掉的话 那么近期是没有办法形成这个协议的 是吧 因为习近平受到了很大的干扰嘛 是吧 他的决策就在江派的干扰下 他不能够正常的 来进行这个谈判 所以在这方面来看 上一次签约搁浅之前 是吧 刘鹤实际上是按照习近平的这个旨意 来进行整个谈判的 是吧 基本上达成的 也是90%这个实际上也是按照习近平的意思来做的 那这个的话 对江派来说就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为什么 因为这江派看来 否定了江派长期以来 所形成的这种经贸政策和解控 是一个他所有犯的这个罪行啊 一个侧面 一个缺口 江派还有更多的罪行在后面 所以一旦这个缺口打开 就会延伸到其他方面 比方说江派几十年以来 是吧 对这个中国人权的迫害 特别是对法轮功 大规模活摘器官 这个反律的罪行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各种的迫害 对各种的民众团体进行迫害 这个腐败之国 政变 卖国 是吧 等等 这些罪行 都会随着这个缺口的打开啊 就延伸开来 对这个江派进行清算 是吧 这个是江派非常害怕的 这也就是韩正跟王沪宁 要堵住这个缺口的根本原因 表现为中方态度不断的在转化 习近平受到制约 就是比方说 双方之间会面 谈判这个会面的日期 到现在没有定 又有蹊跷在里面 另外中方谈判的团队 阵营也在变化 是吧 最近跟美方这个电话通话的时候 除了这个刘鹤以外 又增加了这个商业部部长 中山 是吧 当然中山到底是谁的人 现在很难说 但是不管怎么说 稀释了刘鹤的谈判权利 川普也讲了嘛 就是中方 承评了这个大量的购买农产品 这一点到现在没有动静 川普很失望 不只讲了一次 那么有可能对关税的问题 川普讲过吗 随时可能加上去 这个就使得美中贸易谈判 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江派的捣乱 加上双方对谈判底线的差异 这两点决定了 近期很难达成协议 把这个问题延伸看来看 从根本上看 美中贸易战的签约 实际上就是否定中共和江派 长期所形成的掠夺性经贸政策和结构 就这么一个问题 这只不过就是江派所有罪行的一小部分 一个侧面 所以江派韩正和王沪宁在中间捣乱 实际上就是害怕 一旦在贸易上达成协议以后 这个协议会这个成果会扩大到 对江派韩整体的罪行进行清算 再加上习近平有保党的情节 因为习近平认为 这个他的权利可能是来自于中共 由于这个贸易战的签约 是吧 或者说江派韩整个罪行的揭露和清算等等 这会导致中共的危机垮台等等 那这样的话 他的权利会受到影响 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因为共产党在中国 已经是处于一个人人唾弃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共产党的权利是不会敞救的 习近平应该把自己的权利基础 建筑在民意的基础上 而不是建筑在中共这个基础上 这个是习近平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 两点吧 一个是习近平只有清除了江派的这个影响 排除了对中共的这个权力的这种迷连 这种迷思 是吧 进一步抛弃中共 才能够使中国发生根本的变化 而贸易战也会在中国的根本变化中 得到根本的解决 这就是习近平要做出的一个重大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上讲 目前的贸易战已经是在朝 把中共的这个人权问题 跟中共的政治制度和贸易之间挂钩 不是脱钩的问题 而是要把人权跟政治制度与贸易挂钩 是吧 是这么一个问题 不是脱钩而是挂钩 从中长期来看 目前中国内部这个由于贸易战 所越远越利的各种经济问题也好 社会政治问题也好 非常可能把习近平逼到一个 跟当初苏联的戈巴乔夫和叶利辛 所处的这个境地上去 因此呢 中共内部也可能出现一种 就是要求审判 江泽民彻底的这个解决 中国迫害的问题 抛弃清算中共的这种呼声 我想也会越来越大 这股力量就会跟人民的反抗结合在一起 这样就使得 终结中共这个统治 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成为可能 如果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 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也就是抓捕江泽民 这个解体中共 那么不单是贸易问题 会得到根本的解决 这个签约问题当然不在话下 而且中国的前途 是吧 中国重新振兴的问题 也会得到解决 这个也就是川普打这个贸易战的 一个除了就是让美国更加强大 这个目的以外 也是贸易战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使得中国重新走向世界的这个国际的轨道 推动中国的转变 是吧 这也是这次贸易战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作用 以及负担的结果 这次节目就是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